大家好,我们开始这门深入课程的第四课,安度,就是那个撤销 在上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下那个蕊度,就是重做 蕊度和安度,这是Oracle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 特别是今天讲的这个安度,实际上一直都是从那个时间前开始 就是那个Oracle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技术 它和其他的一些关键型数据库,因为这个安度出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个差异 比如说一些锁定这方面的一些差异 正是因为这个安度的出现,让Oracle比其他的一些关键型数据库 解决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一个一个东西啊,就是阻塞 就是说读不会被你的血所阻塞 就是说你去修改一个数据的数据块的时候 这时候去读,在Oracle里面读在任何时候是不会去被阻塞住的 这个用过Oracle的大家应该都清楚啊 但是在其他一些关键型数据库里 因为它没有这个回滚断的这个机制 导致了所有的操作发生在数据数据块的本身上面 我们在这个蕊度啊,那节已经说了哈 就是在产生这个蕊度的时候呢 不但数据块产生蕊度啊 和这个重做,这个安度啊 就是说也会产生,回滚断也会产生蕊度 这个呢,因为就是刚才讲的 因为这个技术导致了Oracle这个优于其他的这个 在性能上优于其他的关键型数据库的一个原因 其他关键型数据库因为没有这个安度的存在 那么呢,如果一个事物去读一个数据块的时候 如果这个数据块正在被修改 那么这个事物就要等待这个这个数据块去 去等待这个这个操作完成 是吧,这就出现一个等待的问题 而且这里面还会有一个这个版本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在其他的一些关键型数据库里面 没有这个安度就出现了这种的 即使你去查询都可能会被这个修改的阻塞这样的操作 大家去不妨去看一些SQL Server啊 或者这个MySQL一些相关的一些文档 但是呢,SQL Server据说啊 我也看了一些就是大概的一些文章 有说也有这个也出现了 有这个回滚相关的一些技术 近年也出现了 所以呢,关键数据库差不多 大家都在相互学习啊 我觉得将来基本上啊 这个关键数据库 如果你有这个独特的一些技术 已经非常难了 大家都做的差不多了 最后拼的是什么呢 最后拼的是第一个你的稳定性啊 第二个就是你对这些大数据的处理的能力啊 第三个就是你的这个扩展性啊 医用性啊 这个我觉得最后拼的是这个 细节的东西 我觉得最后会做的都差不多 那你这个就像是这个安卓和IOS这个 因为我我我比较对这两个平台啊 一直比较感兴趣 所以也关注他们 我认为最后他们对用户来讲是什么呀 就是他们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部手机了 他们的差异 而在于这个手机后面的一个支撑 你比如说IOS 它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资源 一个资源链是吧 它整个这个生态系统的建立的特别好 从这个应用的开发到商店啊 到你的这个客户端啊 整个这个生态链开发的特别好 而且是一个非常封闭 封闭 很多人诟病的封闭啊 这些东西啊 窃取你的这个手机的一些信息啊 什么的啊 这方面的 所以有利有弊 那么这个安度呢 我也是对于Oracle来讲 它虽然解决了这个一个一致性读啊 读不会受到这个血的阻塞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呃 一个技术 但是它也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我们在后面讲 好 那我们就开始呃 现在我们这门课啊 呃 法律声明啊 还是这个停留五秒钟 啊 有人说 现在那个淘宝上已经有卖这个视频的啊 呃 这个 比较过分啊 真的是这样的 我自己觉得 呃 把一门课就讲下来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非常苦 呃 每个星期一段视频压在这儿啊 就时时刻刻感觉都是 也出于一种 呃 就是不是很放松的一种 状态啊 所以我真的很 对他们这种行为表示愤怒 呃 是这样的 呃 安度和蕊度 呃 可能有一些 入学 刚刚出 刚进入Oracle的一些同学啊 可能搞不清楚 大概来 我们来来简单的给他们讲一下啊 实际上这两个 其实如果说说安度和蕊度他们有什么相有什么区别 如果这么讲这句话 你还不如说安度和蕊度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实际上他没有相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们他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可能大家看到后边那个度啊 感觉就有一点内在的东西 好像都有撤销的意思啊 实际上没有 安度用于撤销的啊 就是说 呃 如果你的一个事物啊 在处理的时候呢 失败了 比如说用户的主动的把它给cancel掉了 或者说啊 用户的一个绘画 因为异常中止啊 比如说一个网络断了啊 用户那头 呃 正在操作突然就断了 那么这时候呢 Oracle就会来清理这个 这个失败的 这个失败的绘画 我们在第二课讲到了一个 呃 那个啊 有个进程是吧 有个后台进程 来清理这个绘画 那他怎么清理呢 实际上他就是把一些数据啊 修改了的数据 把它还原回去 就从回滚段里面 把它以前存的那个数据 给它还原回去 这个动作我们称为安度啊 这个就是安度做的事情 失误回滚 而redu就不一样了 redu就是说 把你之前做过的事情 我们重新再做一遍 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你以前把一个数据块修改了 修改了之后呢 这个修改的动作呢 记录到这个redulog里面了 上上节课我们讲过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数据库坏了 这时候我们要恢复 我们要从很久很久 很久远以前拿出一个备份级了 那么这个备份级里面呢 没有包含你那个修改的那个数据块 是吧 所以呢 你这时候就要从你的那个 呃 归档日志里面 一点一点把这些数据 给它重新做一遍 啊 这个过程 从来redu re 那就是再一次的意思 是吧 redu就表示 把这个里面的数据块 再做一遍 重演一遍的意思 啊 实际上他就讲的是一个恢复的过程 实际上一个数据的回滚 一个是恢复 甚至可以讲redu 是叫做roll back啊 往回 redu是roll back roll b a c k roll back 所以度往回滚 那安度叫做roll forward啊 往前滚啊 这样的啊 安度是往前滚 也就是说 一点一点的 向前面滚 就是随着这个归档日志 一点一点应用啊 再一点点恢复 越来越接近最后 所以它是往前滚的动作 而这个安度呢 是一个往 往 坠度 往后滚 就就就总之了 它就是往前面那个时刻滚 哎呀 这两个翻译成翻译成汉语 怎么会是和它的原因是相反的呢 啊 roll forward吧 就往前滚啊 往前指的是时间靠后 所以叫往前 这个roll back 指的是时间靠前 所以是往 往后滚 啊 总之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从英语上就能理解就好了 一个是撤销啊 一个是恢复啊 就可以了 啊 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 它们没有相同的地方 啊 redu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redu目的 实际上大概来讲呢 就是三个啊 一个就是事物的回滚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通常的这个事物的回滚 就是我们有一个事物 如果用户主动的发出了一个roll back 是吧 主动发出了一个roll back 那我之前所有的操作 这个事物里所有的操作 我都将从撤销 撤销 事物在oracle里叫做这个transaction 不是oracle 关系数据库里叫transaction 呃 transaction呢 这个事物这个东西 我们在后面有两节课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啊 这是关系数据库的一个立身之本啊 事物 它的一个最主要 它有四个特性特性 其中一个重要的特性呢 ACID嘛 ACID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它主要 最主要 其中的一个特性呢 就是A 就是原子性 它的一个原子性 原子性指的是它不能再分 不能再分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或者成功或者失败 它不具有 不会有中间状态 中间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修改了一半 有一半修改了 一半没修改 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好比你说你在银行里取钱 你要么这个取钱是成功的 就你提出钱来了 那么你的数据库里相关的一些表都要更新 或者你这个操作失败了 失败了 那么整个所有的东西都要恢复原状 所以这个就是事物的回滚 就是不论你这个事物修改了多少多少的数据 它都会把你这个事物作为一个原子来处理 那如果你是回滚的话 那就整个这个事物就被撤销掉 当然了中间有一些一些细节 比如说你可以设置一些这个save point 就是一些点来回滚到什么地方 不过这个不影响这个概念 总之它这个事物的回滚就是 出现了这个用户主动的回滚 或者说刚才说的这个网络异常中断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突发的事件 导致用户的操作异常中止的时候 由Oracle的后台进程来完成这个事物的回滚 这个就是这个事物的回滚 事物的回滚呢实际上就从这个回滚段里面呢 安度我们这说的安度就是回滚段啊 安度里面呢 拿出一些他之前的那些修改 就数据块我们修改了不是吗 那我们把它修改之前的数据啊 拿回来重新把它靠到这个 以前的那个数据块上面去 来把这个修改的东西给它恢复 这就是一个事物的回滚撤销的过程 另外一个实力的恢复 实力的恢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知道在实力如果正异常 这个这个实力啊 异常关闭 数据库异常关闭的时候 就是最最典型的就是掉电啊 死机或者说我们人工的这个 shutdown about的这种操作 这种操作的时候 这种数据库不会做一次同步啊 不会做一次checkpoint的这种数据同步的动作 所以呢 它如果你重新打开的时候呢 它会做一系列的东西 它会把那个 呃 会把那个没有写到数据块里的数据啊 从这个redu里面拿出来 把它写到数据块里 就是说生效的数据嘛 commit了的数据 呃 那么呢 呃 他接下来呢 他要把一些 因为我们数据库是一种非正常方式的关闭嘛 所以可以有些事物 他没有提交 他就断了 他会把这些没有提交的事物呢 做一次清理啊 就是和刚才的机制是一样的 还是从回滚段里 把它那个数据找到 然后放到之前那个数据块上面去 把这个没有成 没有修改成功的这个操作啊 给它撤销掉啊 这就实力恢复啊 这也是一个安度 用安度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提供的这个查询 查询的一致性 查询的一致性呢 就是说我们数据库啊 呃 我们在讲那个第二节啊 讲那个内存的时候就说过了 这个数据在oracle数据库里 这个数据访问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一致性的方式 一种是这个当前的方式访问哈 那么一致性的方式呢 我们就是这样的啊 那就是说 呃 在oracle里面呢 你这个数据可以修改 但是我的那个读呢 不一定去读你这个修改了的时候 我可能要去读你修改之前的数据 我可能要去读你修改之前的数据 这就是一个版本的问题啊 他要和我这个 呃 这个 这个查询发发出那一点相同啊 和那一点那个完全一样的那个时刻 或者说那个isn相同的那一点的数据 这个就要一致性 就必须和那一点保持一致 不管之后数据如何如何的修改 那么我们这个查询所需要的数据块一定是我们查询 开始那一刻需要的那个数据块啊 这个就叫一致性读 那么在一会儿一会儿呢 我们关于一致性读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这个继续来把它讲的深一点 而这个就是安度的这个三个目的啊 用安度用来做什么啊 呃 回滚段和事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实际上这个安度或者说回滚段 我们现在说回滚段和安度是一个东西啊 大家不要有什么混淆 就是安度就是回滚段 回滚段就是安度啊 就是不同的叫法而已了 呃 安度实际上和事物始终是他们两个是 呃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呃 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度就是为事物而存在的 当然也有不不完全是这样的 那主要他和事物是有关系的啊 你比如这么讲 我们这个地方啊 发出了一条sicle语句 往这个表里面插入了一条数据 哎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事物开始了啊 他修改了一个 呃 一个这个表啊 修这个表修改了一个数据块 就往这个数据块里插入了一个数据 这时候我们要就是去查有一个叫做事物的这个这个试图 V dollar transaction 这个试图就是说所有活动的事物啊 在这个试图上都可以查到 那么呢 如果我们去查这个试图 当然了这个试图有很多列 我们直接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列 我们就能看到啊 他这里面好多信息实际上都和回滚段相关的 你比如说第一个XID 大家知道啊 在oracle这个X通常指的就是事物啊 所以XID指的是我这个事物号 也就是说在oracle的事物里面一个唯一的标识 是这个 呃 这个呢 这个东西啊 就是 一个回滚段啊 你这个事物所用的哪个回滚段啊 这个是回滚段上的一个槽位啊 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存放这个 呃 用来存放你这个事物啊 事物的信息的一个槽位 然后后面有一个它的序号 总之 呃 这三部分啊 由这回滚段的上面的这三部分啊 构成了这个事物的一个XID 实际上这个事物的XID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 如果大家通过底下的这条SQL语句呢 就可以把这个事物的XID 你给它还原成这个 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它实际上是16进制嘛 我们把这个06啊 这个001F啊 就是这个啊 然后这个00007 最后这个啊 这个最后这个需要你倒过来来看这个啊 所以把这个东西你给它转成 这个分别转成实际制 你就会看到它正好对应的就是这个回滚段啊 回滚段上的槽 还有这个回滚段上这个相应的这个sequence号啊 就是这个序列号 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事物 它通过回滚段上的这三个 呃 这三个东西啊 唯一的就确定下来了 这就有点像我们的其中的一个 呃 一个数据行是吧 我们行有什么 这个我们说一个ROID啊 我们再讲一个 一个行 RO啊 ROID 我们说一个行 Auricode一个行 这ROID有什么决定呢 实际上它有 它也是有一个文件号是吧 第一个文件号 第二个文件所在的这个数据块号啊 数据块里面还有列的位置 然后再有一个行 是吧 由这几个啊 唯一的标识了这样一个呃 行号 也就是说 由这几个信息能够唯一的标识 我这个 Oracle通过这几个信息就可以定位到我这个行 啊 所以我们用ROID来找一个行 是非常快的啊 这个也同样的 我们通过回滚段上这几个信息 就可以唯一的定位到我这个事物啊 啊 那这个就是说回滚段和事物 他们两个是非常关 呃 关系非常紧密的 呃 事物只要对这个数据做了修改 那么呢 他这个修改的数据块呢 就会放到回滚段上 放到回滚段上呢 那么呢 这个其他的用户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数据块 用到这个数据块 通过什么方式去找到这个数据块呢 实际上通过这个XID啊 这个东西 通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放在这个数据块头上面的一些信息啊 通过他呢 就和这个回滚段啊 建立起了一个链接 通过这个 这个东西 Oracle会把它分解成这样的几个数 然后去回滚段里去找到 啊 这这就就是就是实际上回滚段这个事物的一个入口了啊 从这个地方就能找到相关的 他他要找到的一些信息啊 啊 后面呢 这也是回滚段的东西啊 比如说这是回滚段所在的文件啊 这文件所在的数据块啊 这也是这个数据块上面的一个序号啊 这个这个这个UBA啊 就是回滚段的这个 一个数据块的地址啊 这样的 因此呢 我们就说这个回滚段啊 和事物还是关系很大的很密切的 我们这个地方对事物不会讲太多 因为我们有专门的两章来讲这个 两节课来讲这个事物 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回滚段 啊 但是从这个地方大家要心里要清楚回滚段 和事物是有千丝万里的联系在里面啊 啊 那么呢 下面就是一个回滚 回滚是什么动作啊 回滚的实际上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插入了一条数据 然后我们又发出了一个rollback啊 这时候就相当于撤销了 把整个这个事物回滚了 这个rollback指的是从这个事物开始 那一刻开始所有的操作啊 我们都回滚是吧 只要没提交的所有的呃 我们所谓的事物的开始是什么 就是从上一次提交开始到现在为止啊 所有的这个操作 我们成为一个事物啊啊 啊 这个就是rollback就是干这个的 他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个他意味着一个事物的结束啊 同时呢 他数据 要把之前的数据回滚 呃实际上在这个回滚段里面的rollback和commit 他们两个有相同的一个标标签位 都是告诉这个用户我这个数据块已经提交了 已经commit了 你可以把它这里面没有活动的事物了啊 他们都是这个意思啊 在这个这个意思上讲的rollback和commit 他们是实际上是一样的啊 他们的这个最后他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都是释放这个数据块上的一些资源 释放锁啊 啊 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物回滚的一个演示啊 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演示了一个redu 啊还是用这个例子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事物回滚和redu 他们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你比如说大家还记得这个啊 我们是修改数据块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update发出一个update这个这个语句是吧 上节课有我们还记着呢 我们要把这个5啊 啊我们要把这个5呢 给它改成10 那么5呢 这时候就要从回滚段里面称称一个5 把这个5之前的数据放在回滚段上是吧 哎这时候我们把它改成了10 啊 这就是我们一个update这个动作 啊这样做的是吧 现在呢 我发出一个rollback啊 这样一个命令rollback之后呢 会出现什么事情呢 再来看一下啊 哎rollback直接 哎就把这个5 哈哈 就把5的这个这个这个信息啊 直接覆盖到那个呃 以前的那个了 也就是把10 把10的这个值呢 又会替换成5了 所以大家看到啊 10这个有抹去了啊 又重新变成了5 啊 这就是一个回滚 回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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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子啊 是这这个是一个演示啊 实际上比这个要复杂很多啊 嗯 你比如说 哎我这个是不是 哦 哦 哦对这个 啊这个是和刚才是一样的啊 都表示那个什么 他这个数据块的修改啊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演示啊 这个演示 比那个刚才那个事物回滚要 呃 要复杂一些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这有两个数据块 是吧 啊两个 呃 了堂记录 可以说啊 不能说数据块啊 是因为一个块吗 都是42号块啊 是里面的那两个 两个不同的记录啊 这时候呢 我们有操作啊 这时候他呢 他要把这个 这个啊 team 哈 这个澳大利亚是吧 澳大利亚是吧 澳大利亚这个呢 他这个呢 给他给他改成9 是吧 之前是什么 之前是8 啊 给他改成9 他发出这样的一条语句啊 这时候首先呢 我们知道啊 他要修改东西了 首先呢 修改这这个一个头啊 一个这个回滚段的头 产生了一个log 这个东西呢 大家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数据块的操作的时候 他有很多很多的叫做 operation code 啊 在这这个 如果大家去把一个块大不出来的话 就会看到 有很多就 OP 啊 code OP点 啊 这就表示他的operation啊 后面有很多操作 比如十一点几几几啊 啊 什么 5.1啊 这些东西都表示 他的一个操作的一种类型啊 不一样 这个5呢 通常指的是回滚段的操作啊 那5.2呢 就指的是一个回滚段头 因为这时候要 他要update了嘛 这时候我们要把回滚段段呢 我们要修改回滚段了 所以呢首先我们要修改回滚段头 是吧 这是他的位置 slot啊 他的位置 哎 这时候呢就把这个回滚段头 哎 放到这个地方了啊 这是修改了的回滚段头 是吧 他产生了一个啊 redu啊 redu呢就放到这个logbuffer里面了 啊 那这个呢 就是回滚段的一些数据块啊 这个是回滚段头啊 是这样的 然后啊 我们这时候呢 就要对回滚段的数据块进行修改 5.1呢 就表示对回滚段的数据块进行修改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啊 我们在修改一个数值的时候呢 首先要把他的这个数值 之前的数值先放到回滚段上 放到回滚段上面 那么这个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回滚段数据块的一个修改 因为要 要把他回滚段的数据块修改了嘛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要把他之前的这个 呃 值等于8 是不是啊 大家看到他之前的8 现在不是要改成9了吗 要把他之前的8 放到这个地方来 哎 这时候呢就放到这了 这时候回滚段这一项我们就产生了 那下一项我们要产生什么呢 就对原始数据块进行修改 哎 这时候我们就对原始数据块进行修改了 11.5 11啊 就表示这个对对一种 是一种这个行的操作啊 那这时候呢 啊 我们就把它改成9了 是吧 哎 这时候呢 你看这个这个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动画做的比较好 哎 这时候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update 这个操作 哎 我们又来了一个update 这时候呢 呃 还是这条记录 是吧 还是这个australia这条记录 他要把它改成10了 也就是现在呢 我们从最开始的8改成了9 然后呢 我们又把这个9改成了10 实际上是一样的啊 啊 因为我们这个5.2就不需要了嘛 因为我们都使用这同一个回滚段头嘛 啊 所以他直接就是5.1啊 产生了这个回滚段的一个数据块的修改 是吧 现在已经是9了 所以在回滚段里要保持9 哎 你看呢 第一个 呃 这个第一个回滚段里面的信息是8 8被修改成9了 这时候他又要修改9 所以把9这个值也放在这儿 那你看回滚段里就两项了啊 哎 同样的这个 这个是数据块的修改啊 变成了10 ok 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就是修改了两次数据块 然后产生了两个安度啊 是吧 这个是我们从logbuff里面看到的 这是一个蕊度的信息啊 好了 我们这时候发出一个rollback了 rollback呢 我们就开始要回滚了 就是要撤销了 哎 撤销的第一步啊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最后修改的那个数据块啊 因为我们撤销是正好逆着来嘛 嗯 那么就要找最后面那个数据块开始撤销嘛 一个一个的撤销是吧 撤销一直撤销到最头那个地方 所以要从最后一个修改就是9 这个地方开始撤销 哎 你看 把9这个撤销了 哎 从这个地方大家要看到一个一个 再看一遍啊 从这个地方大家要看到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撤销的过程是会会要是会要产生这个蕊度的啊 撤销是会rollback是会产生蕊度的啊 很多人他不知道rollback会产生蕊度 rollback是会产生蕊度 rollback是会产生蕊度 从这个地方就会看到了 他要把这个地方呢 要把它恢复成这个10 那么呢 他实际上要把它产生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修改的过程 这也是对回滚段的修改嘛 所以也会产生一个蕊度啊 放到这个logbuffer里 这个变成了一个对数据块的修改了 好 你看把它修改到变成9了 是不是啊 是第一次 这个回退啊 第一次撤销 第一次rollback 这个呢 他就是说有一个中间有个撤销5.6 表示对这个回滚段里面的一些这个数据结构的撤销 实际上是对回滚段里面的一个索引信息 就是说数据块和数据块之间呢 他们有一些连接信息啊 这些索引信息的一个撤销啊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撤销 这个大家不用管它 哎 这个就是对数据块头嘛 是吧 这个的一个撤销了 那接着啊 我们就用这个8 是吧 8的这个这个数据块又拿过来了 哎 放到这儿 同样把它 这个回滚段的数据块 变成了这个对原始这个数据块的一个修改 嗯 把它覆盖上去 哎 这时候8就开始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从从这个最开始的这个 你看 我们回再回想一遍啊 首先呢 我们把一个数据块等于8的啊 把它变成9 然后呢 把这个9又变成了10 我们回退的时候正好相反 把这个9拿出来覆盖以前的10 然后再把8拿过来覆盖以前的9 哎 这时候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状态了 等于8 是吧 哎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啊 这个一个回滚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好了 最后呢 就是一个这个5.11啊 就表示一个整个这个 这个文件头啊 表示文件头的一个一个修改 最后一个5.4啊 就实际上就是一个commit啊 5.4是一个commit 就表示我这个操作完成了 呃 如果你是提交也是个5.4 如果你是个回退也是个5.4 刚才我们也讲过 实际上在rollbag和commit 在这个标示位上 实际上他们两个是一个意思啊 都表示我这个事务结束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事务结束呢 就意味着我这个回滚断头 后面的这些信息都是可以覆盖了 他们上面已经没有一些活动事务了啊 这个就是一个回滚啊 这个一个回滚的过程啊 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 呃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回滚断的一些相关的内部信息啊 那就是说回滚断是怎么构造的 呃 回滚断它是这样的 呃 回滚断和这个数据块 和数据文件有一点不不一样的地方啊 就是回滚断 它是允许重用的啊 呃 呃 因为回滚断的信息嘛 它保留的信息呢 呃 实际上用于一些事物的查询 或者一些用于回滚 一些事物的撤撤销是吧 一旦这个事物撤销完了啊 那你回滚断的数据呢 就可以被别人用了啊 你不可能无限制的一直膨胀下去啊 所以呢 回滚断整个来讲 它是一个循环的 这个样子 呃 那它的这个 呃 这个使用呢 还是 遵循这样的一个 L RU 啊 就是说 最近没有被使用啊 这样的一些数据块 就是它在申请这个数据 申请新的空间的时候 都会 通过这种 这种算法 去找一些最没有用到的块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extend 比如这是第一个extend 第二个extend 第三个extend 第四个extend 第五个extend 第五个extend 完了之后呢 如果啊 他发现第一个extend 啊 没有了 没有数据了啊 没有不是没有 是那个 呃 状态为 那个inactive 或者是就是说 呃 不活动了 那么这时候他可能会把它覆盖掉 是吧 但是呢 这不是必须覆盖掉 这里头还有一个 呃 有其他一些因素决定的 一会儿后面我们会讲到 就是有一个出手参数 就是说 这个允许这个 安度保留的时间啊 由他来决定的 如果在这个时间之内的话呢 这个是不允许覆盖的 即使他是inactive的 是提交状态的话 也不允许覆盖的啊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啊 总而言之就是告诉大家 回滚段的数据呢 是反复的重用的 这样一种机制 那么呢 回滚段空间是在什么时候会增长呢 呃 回滚段的空间是这样的啊 呃 通常来讲呢 我们这个inactive啊 inactive这种呃 exend啊 就是说活动的exend 是不是不允许覆盖的 你比如说在这种时候呢 我一二三四啊 四这个时候这个这个 这个他是活动的是吧 啊这时候呢 他要需要申请额外的空间的时候呢 他一一也是活动的 所以这时候一也是不能覆盖的 但是他不能跳过一啊 去这个二二上面去去重用 他是这个回滚是不能跳过这个extend啊 不能跨extend啊 这种的 因此呢 这时候呢到了四没有空间的时候呢 就不能再重用了 这时候他要去额外的去外面申请一份空间 这就变成了五了 这个就变成五是吧 这就是说四 四完了之后呢 就是五 这就是说额外的又申请了一块空间 那么之后呢 之后就可能会在这个循环里面做 但是这个也不一定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有时候是不允许覆盖的啊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会有一个参数决定 决定了你这个回滚段里面的数据的保留时间 所以他是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的 总而言之呢 在这种简单的情况下呢 就是他如果无法覆盖的话 就要去外面申请一个空间 申请一个空间 继续再把这个新的这个安度数据啊 写到这个新的空间上面来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一个方式 那回收也是这样的 那你比如说这样呢 我们有一些这个连续的啊 inactive的这个extend 那么这时候oracle就可以把它回收啊 四五六啊这样的inactive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四五六啊这几个空间啊 合并到这个一个空间 一个这个15上来啊 6 但是呢 他们不能夸这个1或者3和这个2合并起来啊 不可以这样的 所以呢 这时候2还在 那么呢 456可以合并成6啊 这样的 这就是回并断空间的一个回收啊 当然了这个回收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啊 oracle自己的来来做这件事情 现在呢 我们来讲一个一个刚才已经说过的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致性毒 一致性毒这个在oracle里太重要了啊 一致性毒很好啊 但是也很不好 有时候会让人抓狂啊 这样一种技术 那不过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好的方面 就像我们开始讲的 DMR操作不再阻塞 不再阻塞毒啊 就是说血不再阻塞毒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讲其他一些数据库 当然了 现在可能我不太了解CQ Server啊 但是我知道最早的时候 至少10年前 它是没有回并断的啊 那现在它究竟 它回并断做到什么程度 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过它啊 但是我不妨来做一下这样的比较 呃 比如说在其他的一些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呃我一个用户啊 要去查询是吧 这个user a 啊 开始查询 开始查询的时候 查到这个地方呢 突然有个user b 修改了这个数据 但是还没有提交啊 这时候user a 就会被阻塞住 因为它这个数据没有提交 意味着这个数据块 数据的修改没有生效 所以呢 这时候我如果允许他读的话 就会出现可能出现一个数据的这个 不一致或者说错误的读取啊 这时候呢 那么呢 这个user a呢 就会必须等待这个user b 在这提交 只有等这个user b提交完之后 然后他才可以继续的把这个查询查询下去 咱们继续下去 这就是其他的数据库 这会被到阻塞 会会因为提交 会因为这个数据没有提交而被阻塞 但是呢 oracle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oracle也是这个user a 他一直读读读读 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user b呢 也是修改了这个数据 修改了这个数据没有问题啊 oracle里有回滚段 我们说了 这个非常强大的回滚段 曾经让oracle 啊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oracle直接就不用管这个数据块了 我直接跑到回滚段上去 去读他之前的那个数据块 读到这个他之前的数据块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地方啊 接着读我们下面的数据块去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操作 这个写不阻塞读啊 这样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oracle里面的一个 呃 一个技术啊 写不阻塞读 嗯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一致性读 呃 一致性读就是这样的啊 一致性读呢 我们说过了 实际上他就是基于一个 呃 我们在第二课讲过 他实际上基于一个业务的这个需求的 为什么基于业务的需求呢 就是说为什么要做一致性读 就是因为我业务需要你一致性读啊 比如说我一点的时候 一点的时候去查查一个那个 呃 当前我这个比如说银行里有多少钱是吧 我一点中发出这个sicle语句 那么我一点中发出这个sicle语句 意味着我只想知道在一点这一刻啊 啊 银行里有多少钱 我并不管我这个查询查了多长时间 我只想知道一点这一刻 是多少多少钱是吧 那比如说查询你查了30分钟 开始的时候银行里 比如说这个账户有1000块钱 30分钟之后呢 这个账户变成2000块钱 你说30分钟之后 我返回的结果是2000呢 还是1000呢啊 这是一个业务层面的问题 当然了是1000 因为我用户根本不 我想查几点呢 那我就在几点查 我要是想查两点 两点时候的钱 我肯定是在两点发出这条sicle语句 是吧 就这样呢 因此呢 这就是一致性查 一致性读 一致性读的时候呢 让oracle的机制 就是通过一个scn 来这个精确的知道 哪些数据块是可以读的 哪些数据块是不可以读的 scn 我们之前讲过了 是oracle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 用来判断 一个顺序的一个号 在oracle里 scn是唯一的 不可能存在 很难出现 存在两个事物 有同一个scn 他就用来分区别一个先后的 你比如说我这个 这个查询 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scn是10023 是这么 是这个号 那我就开始搜这个数据块了 这个凡是比这个10023 小的 这个数据块 那我都应该读 因为它是在我发出查询之前 之前的 是吧 都可以读到 当读到这个数据块的时候呢 他发现他比我这个10023 大 也就是说他在我数据 数据 查询发出之后 做了修改 那我就不能读这个了 那我就应该跑到这个回滚段上去读了 我就 跑到回滚段上面去读 读出了这个东西 读出了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 我又接着去读 接着又来这读 又到了这么一个这个号了 又不对 又比它大 又比它大又跑到回滚段上面去读 读出来这个东西 哎 然后就就就就这么读下来 嗯 这个就是这个一致性读 啊 为什么要做一致性读 就是为了保证 我的这个业务的一致性 数据的一致性 而不是说这个 可能有些人以为我说的一致性 可能有些人认为一致性就 就表示我的数据的这个准确性啊 他认为我读到这呢 既然已经修改成了1024 那我自然要把真实的这个1024 把这个1024返回去 实际上你从业务逻辑上讲 这是行不通的是吧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就不可控了 你这样的意味着你整个这个 查询一发出去之后 你返回的东西 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中间发生了什么 这就不可控了 不可控这就不安全了啊 不准确了 这反而不准确的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一致性的意思啊 就是在某一刻某一个时间点啊 他的一个一个一个值啊 这是一个业务的需求 就像这个这个例子啊 我们来说啊 又是一个一致性读啊 我们来更更好的来 就是说更直观的来说 比如update 我们这时候呢 update要把他的薪水啊 变成7000啊这样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 操作了 把这个数据块修改了 那么数据块之前的那个值呢啊 之前那个值我们不知道是多少啊 总之呢 他这个rollback segment里啊 放了他之前的值了 这时候呢 但是他没有提交 没有提交就意味着我这个数据还没有生效啊 没有生效 在oracle里事物没有提交的时候 别人是看不到的 这个叫oracle的一个事物隔离等级 啊 这个在那个啊 我们到事物那 那那那 那个还是那个课程了 我们会讲到 这个叫事物隔离等级 没有提交的啊 uncommitted 这个uncommitted的的的的的状态的一些数据块啊 在oracle里是其他用呃 其他对其他用户是不可见的 所以呢 他把它改成了7000之后呢 他没有提交 那么其他用户这时候呢 跑到这个地方一看 哎 这个数据块已经修改了 但是呢 他的状态是未提交的 未提交意味着他没有生效 那我就跑到回滚段里去找 去找他之前的那个值 那么呢 他就找到了他的这个old啊 找到他这个老的那个值了 旧的那个值啊 所以呢 他就会把他旧的那个值拿过来 假如 比如说旧的那个值是6000啊 那么呢 他就会把这个6000拿过来了 哎 这就是一个一致性读啊 就就是这个意思啊 哎 这还有一个例子啊 我们也来看一下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嗯 在t1啊 这个时间里面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读的过程啊 t1的这个时间里面呢 啊我们要把 要找一个薪水啊 这时候找出来是啊 24000啊 但是呢 在t2这个时间呢 我们给这个薪水加了1万块钱 在t3这个时间呢 他没有提交是吧 他没有提交 t3这个时间呢 我们说他因为没有提交 所以t3这个时间看到的还是24000啊 因为事物没有提交嘛 没有提交对其他用用户来说是 是是看不到的啊 哎 这时候t4这个时间啊 我发出了一个 commit 这样一个操作 哎 这时候才生效了 那么呢 后面的select 嗯 这时候就会 看到他的这个 嗯 34000 但是啊 有一个地方大家要要要要这个要搞清楚啊 假如说我这条sicle语句 t1的这条sicle语句是一个很漫长的sicle语句 我一直在查 我一直从t1这个时间就一直在查 在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一直没有完成 在在t2的时候呢 他更新了这个数据块 假如说那个t1时候这个查询还是没查到这个数据块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我t4这个时间又提交了 那么这时候大家说最后我这个t2查 t1查出来的时间是3万4还是2万4呢 尽管他已经提交了 我们查到的依然是2万4啊 大家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啊 因为他在这一点已经说过了 在这一点的时候 他要查的是和他这一点相同的那个数据 而在他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数据还没有修改呢 所以呢他依然要求的是2万4 尽管他看到了一个已经提交的数据块上面写着3万4 他仍然不能要 还是2万4啊 搞清楚 但是呢 如果你是从t5这个点开始查 这个数据已经修改提交了 你再开始查 那自然就查的是提交之后的数据块了 对吧 是这个值了 这个就是一致性读 关于一致性读呢 还有一个地方啊 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虽然叫一致性读啊 但但并不表示他 他这种读就一定要去读回滚段上的数据 这个只不过Oracle的一种叫法 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去读数据 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去回滚段上面读 如果不需要去回滚段上面读 这个是一致性读啊 这个是一致性读啊 并不是每次 只要是一次性 大家看到一次性读呢 以为一定要去回滚段上面读啊 不是这样的啊 他只要需要的时候才去回滚段上面读 你比如说这个例子啊 我们直接看的这张表 我们对这张表没有任何修改啊 没有任何修改 我们去一致性读的话 仍然有七个一致性读是吧 你你你对这张表那个不做修改 你反复的运行这个select 他总是有七个一致性读啊 这个就实际上这个一致性读 就是这个读的过程啊 就是读的一种方式啊 他虽然不去接触回滚段 他仍然也叫一致性读啊 和他相反的那种呢 叫我们说了叫叫那个当前 叫叫current方式那种读啊 在这种地方叫dbblock 盖茨啊 你看我们update的时候啊 update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 update update我们要操作数据块 一定是操作数据块最当前的状态啊 我们不可能去操作回滚段上的一个数据块去啊 我们update一个数据块的时候一定去 去那个修改我们当前这个数据块的状态 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别人也在修改这个数据块 你会怎么样 你会跑到回滚段上去修改他吗 当然不会了 你这时候就要等待 这时候就出现了锁了啊 只有在这种读取的方式下 才会出现锁update 这种方式啊 因为大家都去等他的最后一个状态 也就是他的最最新状态 所以呢 这时候别人如果已经获得了 别人就会在这上面加一个锁 那么呢你这时候再去读的时候呢 就必须去等待 所以这时候就不叫一致性读了 一致性读是不会发生这种等待的 这叫做以这个current 以当前状态模式去读啊 这时候就需要等待了 就会被锁定了 关于这个锁啊 我们在这个性能优化那门课程里啊 讲的非常多 在这我们呢也就不再说了 在这一代而过啊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一致性读的意思啊 跟大家说一下 一致性读 只是一种读的一种方式 一种去向 一种取向 而不是说必须要去读回滚段啊 只有他需要去读回滚段的时候才去读 好了 关于一致性读 我们最后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就是这个OIA01555 这就是一个曾经被称为臭名捉住的15555错误 1555这个错误呢 我从十年前就开始接触它啊 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这个 依然没有改观的这个意思啊 现在我在Oracle 10G R2 我们的生产库上还没有到11G 10G R2上依然经常爆这种1555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有利必有弊 你用这个回滚段实现了那个 你的这个 血不再阻塞这个读 付出的代价啊 就是因为他读的数据块 不再是当前的数据块了 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去回滚段上读的那个数据块 可能被覆盖 当然你可以让他不覆盖 不覆盖的意思就是你的回滚段 要无限制的这个扩大 你回滚段就不再重用 不重用吗 那你就回滚段无限制的分配空间了啊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那么呢 你一旦重用 那我之前的那个数据块 呃存在回滚段上的那个数据块 就要被覆盖 因为我们说了 即使是提交了的数据 也可能会发生一致性读 一致性读的时候呢 也要去回滚段里面读 那么这时候提交了的这个数据块 在回滚段里啊 就会标志成inactive 就是说非活动的 非活动的 oracle就认为这个没有活动事物了 啊就可以覆盖了 如果这时候覆盖了之后呢 我们如果再去读呢 就会出现的这个 这个问题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 这个回滚段 本来呢我们应该读这个地方啊 要把这个数据块啊 读到这来 因为这个地方呢 我们发现他这个scn是吧 比我们select的这个scn要大 我们就跑到回滚段里去找他这个 之前的那个scn 找啊找的 我们按照他那个给的那个 呃 入口 找啊 去 倒是找到了啊 找到了 发现了已经被覆盖了 已经被覆盖了怎么办呢 哎 爆出了个01555 snapshot too old snapshot什么的意思啊 就是快照嘛 所谓的快照就指的是这个 这个数据块啊 存在这个 呃 回滚段上的那个 那个浅印象啊 成为snapshot的 这个太旧了啊 啊 就是 就是 不对啊 被覆盖了啊 就是这样的啊 他还告诉你太小了 回滚段太小了啊 实际上不一定是回滚段太小了 呃 多大才算个大呢 这个 对吧 呃 这个就是一致性毒 不可避免啊 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回滚段的机制啊 就不可避免的出现这个一致性的毒 我曾经 呃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在我们现在的数据库里面啊 实际上我们的数据库的业务类型是这样的啊 orap orap是有什么概念呢 orap的意思就是说 在线分析嘛 这个数据啊 比如说 这是一个数据库 这是一个数据库 是吧 我现在一次性的把大量的这种数据啊 给load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用来做分析嘛 orap是什么啊 在线online 在线ol 就是在线online analyze process 就是在线分析系统 在线分析处理啊 就是说 把好多好多的数据 海上的数据给它load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对这个数据库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啊 这个这个就是就是orap这种业务模式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啊 我们的数据是不会修改的啊 因为这种大的数据都是用来做分析的 都是上一条或者十几一条的数据 谁会去update它呢 谁会去delate它呢 没有这种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用这个一致性的读啊 因为我们有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oracle在读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块清除的一个动作啊 叫这个块啊 块的一个清除啊 就是块里有一些事物信息嘛 它提交了之后呢 oracle不会不会 当时再去访问一遍那个数据块 因为这个动作太大 不是这个代价太大 它需要后续的一些查询 在扫过这个数据块的时候呢 直接就把它清除掉啊 这个清除掉的时候呢 这个过程啊 就要也会产生一些回滚 有时候就会出现 就因为这些动作啊 就会出现01555这样的错误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恶心 就出现这样的事儿 因为我又不修改它 为什么老给我报01555错误呢 我这时候真的恨不得 在我们这种这种模式下 我不需要这个回滚段啊 第一个我这上面几乎没有什么事物啊 没有事物 没有事物 你不要用回滚段再来给我装这些东西 而且我数据都是用那种的叫 direct sicle loader 那种direct的方式啊 直接加载那种方式给它加进去的 直接加载方式加进去之后 这时候也不会产生是也不会产生这个啊 这个安度啊 redu啊 这些东西 安度会产生不会产生redu 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下啊 我个人认为这个一致性读呢非常失败啊 它只能是让我的性能非常差 如果我不去我看这个回滚段 我只是把这个整个数据扫一遍就可以了 那我的效率会高很多很多啊 但实际上在oracle数据库里是不允许你这么做了 你不乱怎么想 oracle终究是一个通用型的数据库啊 你不像我们现在这个no seql哈 现在风生水起的no seql 实际上no seql要比oracle简单的多啊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针对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些东西 no seql是个总称嘛 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 mongoDB啊或者说Cassandra这种东西 实际上每一个都针对自己非常特定的一个目的啊 因此呢 它可以在自己针对的这个方向上把自己这个 这个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发挥到极致啊 而oracle不同啊 它是一个通用的数据库产品 它必须兼顾所有的这个业务需要 这就导致了这个大而全啊 就导致了不能够小而精啊 这也是有时候我就比较诟病我现在这个这个模式 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oracle数据库不太适合我们这种模式啊 是不是我们应该改一改 当了这个是体外化 总之呢 就是说这个一致性毒啊 产生的一个后果啊 就是这个 1 01555啊 就是这个呃 快召太太旧的这样一个错误啊 呃 快召太太旧的原因啊 就有可能是那个 呃 回滚段太小 但是在那个现在的那个 以后 后面我会管那个自动 自动管理回滚段的时候呢 回滚段太小 这个呃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除非你回滚段的表空间就不够了 呃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你这个保留时间啊 就是说你这个呃 后面我会讲这个参数啊 就是说这个回滚段的这个保留的时间 如果这个时间设的太小的话呢 他在这个时间 过了这个时间就把这个回滚段覆盖了啊 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回滚段这个表空间的尺寸 让它自动增长 这时候就不会出现空间不够的问题了 然后再把这个这个时间再把它设的长一点啊 也就可能可以减少这个OIA0155这个发发生的这样的一个 呃 几率啊 差不多啊 差不多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们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继续